禮拜三开始 因为最重要是封面开始要接近了 周三的阵雨要增多了 禮拜四全台湾有雷雨 禮拜五的时候降雨减少 对了 母亲节哦 母亲节好天气哦 您倒可以带妈妈出去走一走呢 但是中休假期会有塞巴猴 先来看看今晚到明天要注意什么了 第一个要注意呢 防晒工作不能少 明天紫外线危险急 第二个 高温跟今天相较之下 还会再更热哦 所以户外活动多喝水 第三件事情 山区的塞巴猴要开始增多了 明天晴朗炎热 快的话 后天的中午之前 封面云层就要开始接近 来看看这张卫星云图了 有没有注意到 全台湾天气晴朗 北方的高压已经东移到了 琉球群岛附近 我们整个风向开始变东风之下 逐渐要转偏南风上来了 所以温度在明天 随着南风上来温度高 再注意大陆这里哦 有没有看到在这华中岛 江南地区已经开始有云带在发展了 这里是个低压系统 将会形成一道封面云带 这道封面呢 目前资料来研判的话 大约在周三的中午左右 就已经要开始接近台湾了 所以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 就会在星期三有所转变 先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外岛地区呢 明天白天还是接近快30度的高温 天气晴了 在台湾本岛部分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北部高温33 中部要注意的是山区有午后真雨 南部要注意的是紫外线达危险级 而东半部地区呢 只有早晚云亮多 今天是礼拜一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礼拜的天气了 先来注意到在明天 明天外出要特别注意是防晒不可少 星期三在中午之前封面开始接近 由北往南转下雨 星期四的时候雷震雨就会比较偏多了 礼拜五呢雨渐渐要停下来了 礼拜六礼拜天好天气 但是要注意是午后真雨 在周日的时候会比较明显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了 最主要炎热多喝水 塞巴喉山区会偏多